109年全民运动会即将在17号在花莲盛大展开 全民运圣火传递 15号是抵达了花莲市 并且由市长魏嘉贤 结同公所人员组成了圣火队 在市区路跑 向花莲市民传达 全民运动会即将倒数揭幕的讯息 市长魏嘉贤表示 花莲市已经做好迎接全国选手的准备 也预祝选手在赛事中展现好的成绩 109年全民运动会即将在10月17号到10月22号正式登场 由中校国小校长许传德领军的圣火队 经过10天全台县市的路跑绕行后 15号上午来到了花莲市公所 市长魏嘉贤表示 全民运动会总计有20个竞赛项目 其中有19个场馆是在花莲市举办 这也带动花莲的体育观光 而花莲市也早已准备好了 在花莲市我们会全力的来协助整个我们筹备处 还有我们花莲市政府来办理相关全民运的后续的一些工作 我们会全力的来支援 那再次要谢谢这么多的全民运的筹备人员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不论是场馆也好 不论是场馆也好赛事也好 都能够如期的而且非常圆满的把任务都达成 现在就是我们要欢迎所有来到花莲的观光客的朋友 还有选手 花莲城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花莲市更欢迎所有的观光客来到花莲市驻足旅游 在锣鼓舞师祈福以及吉祥物平平安安逗去简单的大会舞中 市长魏家贤从许传德手中接下圣火后 并携同施工所客市主管从施工所出发 绕行市区完成花莲市公所圣火队传递任务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